我們有一些同學 他們專題是要做這個 所以他必須要比我們的進度更快 我們介紹一下這些教材 他回去就可以自己先看 那就不用等說我們一定要交到那裡 他才會到那裡 這個是 我們Blender課程的首頁 那你進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個教學資源 這邊是最重要的 這邊有影音課程 越前面的幾乎就是我認為 越重要的 那這個Blender Tips 那這是我看過 最好的一個 一個Blender的影片教學 網站 那他做得 非常的清楚 那你可以看到 他這一個網站 整個就是為了Blender設計的 那他有 site introduction 就是網站簡介 然後 video tutorial 影片 文字 就是檔案 檔案的方式像PDF方式的 那個短文 那 那 tips unstop 這我就不知道他是做什麼用 Hucky就是那個Blender常常有這種 熱鍵有沒有 例如說我按G 按S 按R 或按K 這種東西叫Hucky 那resource 就是其他的資源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他主要進來的就是這個 video tutorial 那所以他這裡 是以影片的教學為主的 那他有很多 他連一直到這個關節運動 他也有 但是他沒有到很深入的關節運動 那可能 很多地方還 一直在增加當中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他幾個範例影片 那你要光是要把這些影片看完喔 你 起碼得花上 一整天從早一直看到完 才有可能看完 當然你不可能這樣看喔 這樣看你看完之後你還是全部網關 變成說 你是看了他的之後 然後還要再 一邊看一邊操作 好 OK 呃 這裡恐怕我們的Google瀏覽器 可能沒灌Flash 所以 欸有喔 比較慢耶 那我們就開始 稍微看一下他的幾個影片 那你就知道去哪裡漲 稍等他好像有點慢 好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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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s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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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做場景,做動畫場景的時候 可以在這邊用Add New的方式去加 加一個場景,就做這樣子 加一個場景 OK 那當然我也可以把它 取消掉,刪除 好,那我們目前用不到那麼多 那之前我們也一直很少看到這裡到底有省 我們一直都在用的是這個3D View OK 但是實際上它的功能非常多 這裡是IPO,這是做動畫的時候用的 Action Edit,這也是做動作,也是動畫的時候用 NLA,這也是做動畫的時候用的 UV Image Edit,這是在做那個 就是材質的時候,我要把物件 貼,貼上它的材質屬性顏色的時候用 那Video Sequence Edit,這是在做影片編輯的時候用 那再來Timeline 那這也是做動畫的時候用的 那Audio Window,這是做 聲音 的合成的時候用 Test Editor,這只是一個文字編輯器而已 那User Preference 那User Preference 這是做你的設定的時候用的 那 各位同學其實 你可能會用到這一個功能 為什麼呢?因為 有些同學實在是不習慣看英文 你可以讓Blender變成中文 就靠這裡 你在這個 但是我 我沒有去教這個啦,因為 我希望各位用英文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那你就 User Preference這邊改一改,你就可以把它弄成中文 那再來Outline,這是 物件,就是Blender裡面的所有物件 OK 就是Outline,就是他會把 物件通通都放在這裡,像現在的視窗是這樣 稍微 分割一下 這邊如果回到3D View 那你就會看到這邊的視窗 我現在選Cube 這就是Cube 我選Lamp就是燈 我選Camera就是相機 選Word就是 他的背景世界 那所以 每一個物件在這裡,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可以把他 這個眼睛按掉,他就不見 你暫時就看不到他 暫時看不到那個物件 OK 那 也可以做 是不是要 顯示的那種限制 OK 好,那這個是 是 Outliner 那另外 Bottom window Bottom window其實就是下面這一排 所以預設就有了 那我們通常不會把他拉成這樣 那再來 Node Edit 那這是 就是 節點的編輯 那這個還蠻複雜,他可以做很多 就是 效果的合成 這叫Node Edit 好 那 Image Browser就是他可以 可以取得你的 檔案 和 影像 那接下來 File Browser 就是當你存檔的時候,他其實就是叫這個File Browser 出來 好 好 Squid Window 這是用來寫程式的 那在Blender裡面可以寫的程式是用Python Python 這個Python這種程式 那所以這剛剛他所介紹的大致上 就是這些,那目前我們 可能比較適合的是先用Outliner 這樣子來做 好,那大概 在 先看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呢 你 去 我的網站上面 然後呢 先看一下 這個網站 就是從我的網站進去 然後點 第一個 就是那個 教材資源的第一個 就是 對,教材資源的第一個 去看一下 那如果你有空,其他 幾個也可以看 他們也都做得很好 那請你先看一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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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